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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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苏格伦部区的 我们的人民所交的纳税钱 也都可以省下来 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个例子我要告诉我们苏格伦部的选民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联邦后备队 已经驻扎在这个选区里面 他们住的这个帐篷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有些还好过我们新村住的这个房子 他们的这个帐篷 所有都有这个ACON的 他们的帐篷是都有警卫在看的 他们的安全 他们的舒服 比我们苏格伦部有一些 我们比较清平的村民 还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地的例子 非常道地的例子 那为什么说 国阵一直讲说 这个竞选是浪费的 那我可以举各位一个例子 他们可以怎么样来节省呢 那我们说 驻扎在大三角 接近大三角的这个 移池区的这个联邦后备队的这个冷气的这个帐篷啊 其实他们可以把这笔钱省下来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三角的警局啊 拥有足够的这个警察的宿舍 现在都已经腾空了的 现在都已经没有这个警察在住 那这些联邦后备队 这种我们讲红头兵啊 应该去住这个警察已经腾空出来的这个警察宿舍 那这个才是不要浪费人民的钱 而且已经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设施在里边 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浪费人民的钱去驻扎 去重新的架构有冷气的这个帐篷啊 所以我就可以跟非常非常啊 这个像我们的村民来报告啊 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说 那为什么他们一直以浪费人民的钱来说 他们不要进险 其实国阵巫统 特别是巫统不要进险 最主要的原因 各位都非常清楚 那就是他们不敢面对 在霹雳州事件之后的第一场鼓险 他们充分的知道 霹雳州事件 以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感 那这一点上面 我相信 不只是我们村外勒幕区的选民 非常的了解 国阵 特别是巫统 也非常了解到这个事实 所以他们不愿意 在已经失败了几场的补选之后 再一次的面对 补选失败的这个严重的打击啊 特别是那就才刚开始 上台的时刻 所以这一点上面 他们用了很多非常弹簧的理由来讲 这个是补选 是公正党自己刻意制造的 是公正党是反对党 用用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理由来进行补选的 当然我们讲在这次上面各有说法 不过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始终认为因为 毕丽州事件已引起了全民的共分 所以他们不愿意再面对另一场 无险的失败 所以他们采取林彦 林彦被自己的党员骂 林彦被武统的草根党员唤起他们的愤怒 让他们知道这个党已经没有办法跟随民意的这个情况底下 也仍然的必须做出不要进选的这个选择 那各位这个是第一项 我认为有必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孙艾伦部的选民做一个交代的 那第二个我认为就像我们刚刚所报告的 各位这场补选 本兰蒂的补选是正好在毕丽州违法夺权的情况底下的第一场补选 那各位特别发生在本兰蒂 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全国的人民 全国的选民都在看这一场毕丽州事件之后 第一场的补选 到底我们本兰蒂的选民要如何的来呈现 要如何的来帮全国的人民投这一张票 那这一个部分尤其的重要 因为本兰蒂的选举肯定的不是直指 不是仅仅的攸关本兰蒂的这个选民的权益 他更攸关了全国广大马来西亚爱好民主爱好宪法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如何的让我们本兰蒂对这一场补选来呈现 来反映给我们特别是武统为主的国阵 来清楚的知道他们在毕丽州的做法完完全全是不能够接受 完完全全必须要给他们反对的 那这一场鼓选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存在 那各位另外一个层次而言 我们本兰蒂一向来就是武统的这个选区 在共政党还没有成立之前 一向来也就是武统胜出的选区 各位 毕丽州事件 幕后的这个主谋 幕后的主要关键 推手 那肯定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武统 没有其他的政党 可以在马来西亚如此的嚣张 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3月8号如此失败的情况底下 还仍然如此的无礼 如此的霸道 如此的不愿意接受 选民已经在3月8号 已经送给他们如此清楚的信息 也就是武统必须要听取人民的声音 也就是武统必须要紧紧的抓住人民的民意所在 可是3月8号之后 我们的武统 我们武统的领袖 根本 根本 不只是没有听我们的这个声音 而且还是背道而驰 越做越令人讨厌 越做就越霸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